歡迎回到5月3日的聲譽龍中 教授 大家好 經歷過一個星期的黃金周 五一黃金周還未完 但黃金周好像沒有人氣 沒有黃金 李家超說人氣會變財氣 沒有人氣就沒有財氣 鄉鎮企業家喜歡說的說話 拜年時有人氣就有財氣 他講這些跟他一向的形象 和他的能力很對應 李家超說的很像他 黃金周到現在中期 有沒有人氣有沒有財氣 大家硬見 但今天最重要的是國際新聞自由日 是呀 有些很重要指標的發表 香港排得多呢 現在香港每次出這些排名數字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不要再看了 為何欠自己傷心 黑意上衰 誰搞的 用心頗執 無國界記者在香港都沒有總報 用心頗執 黑意抹黑 胡言亂語 有用心 又反對23條 一定是反華組織 反惡隊長應該逢惡他們 我們不志在這樣的指標 是 Anyway 排名來說 都要面對 很低 135 135 是低過 不用說新加坡 新加坡已經不能比了 新加坡其實一向都沒有好 是 一向都沒有好 如果亞洲來說 最多應該是台灣 台灣 日本也不錯 日本也不錯 日本現在還有很多人買報紙 有鬥趣 好過香港 日本人的閱讀習慣都不差 沒錯 都肯看新聞 180個國家裏面 香港是排135 是呀 135 然後 中國大概排172 從好的方面看的話 我們要樂觀點看 就像李家超所說的 不要沉醉一些 日常生活都會見到的改變 然後 用誇大方法去處理 這樣是不好的 你明白他講什麼 我不是很明白 沉醉就不是講改變 這些人說話 拼了一堆 個個都懂的字 沒有人知道他講什麼 亂龍 邏輯又不來很多 你會看前文後理 沉醉一些事情 然後誇大他 其實就是說 你不要整天在這裏 在這裏關注那些 倒閉 一個記者問他倒閉 就是他說 你不要整天在這裏說 為什麼整天在這裏說 因為我們要說好香港故事 你要誇大他 那你就越說越衰 你不理他就沒事 這個世界是 這個世界很簡單 一雞死一雞鳴 一向我們有所謂的推陳出身 即是有些人去 自然有些人來 香港有很多報紙 但沒有了蘋果 沒有了立場這些 沒什麼的 報紙的數目都是這麼多 香港都有報返的 都找到書 大概是這樣 香港的排名是比烏乾達 烏乾還要低 還有乾果還要低 真是坦 但從好的方面看 香港微升了五位 但實質排名 實質評分來說 就下跌1.8% 2020年 尤其是2020年 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 就說對新聞工作者的打壓加劇 現在這個排名 有沒有計算到23條下去 有沒有計算到 他沒有說 不過無國際 也提到2020年通過國安法 他說 香港曾經是新聞自由的堡壘 但是2020年通過了香港國安法之後 獨立聲音就被打壓 沒有提23條 我相信也沒有計算23條 是啊 我記得香港 好像排名最高的時候 以前是亞洲第一 亞洲第一 絕對是亞洲第一 最高峰期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是排到16 真的我就不記得了 但基本上去到135 有些不消題 135 他還可以說 我們跟國家越來越近 是啊 從好的國家方面 還有一些距離 是 至少香港再看Facebook IG 那些東西 是 即是未死完 但是 但是 你不要like 但是你不要like 不要轉貼 不要亂分享 早年有個日本留學女生 坐兩個月 不靜止 如果你要分享 譬如我這些節目 都會出現 是啊 但是排名一回事 最重要的是 一些標誌性的事件 今天同樣的 標誌性的事件 就是華爾加拿捕 就宣佈 不是宣佈 是確認 確認 有人傳 然後他就確認 主要是明報報道 就是說 有部份的記者 就會調去新加坡 有近半的駐港的編採人員 就比賽 現在的新消息 說到說 你知道華爾加日報 過往做很多中國的新聞 其實都以香港做一個基地 但是他們近幾年 我想 久不久都會收下政府官員的信 給香港政府官員 胡說八道 被有用心 收信也好一點 收信也好一點 收信也起碼 私底下要警告你 現在不是 現在可能看新聞的時候 空到你不敢做 你看新聞才知道 鄧炳強點你的名字 你知道嗎 可能其他人告訴他才知道 鄧炳強罵過他 其實是很多次的 寫信給他 很多次 他們都鬥多 這些信已經要 所以 所以在無甚可為 都不斷被你知 要底下 就搬去新加坡 很簡單 不過慘就慘在 香港本地的新聞工作者 又失業 很多位 好像說香港編採人員 剩下單位數字 各位數字 各位數字 即是 剪了很多 首先過往鄧炳強 不是罵過個別評論 他只是罵社論 罵華爾加日報的社論 有政治偏見 和雙重標準 尤其是去年七月的時候 關於有八個海外的香港人 被通緝 然後《華爾加日報》寫了一篇 寫論 去批評 尤其是寫了一篇 《Hong Kong's Global Bounty Hunters》 提到國安法實施之後 監禁黎智英還不夠 還要向離港的人下手 然後又提到 中國會將執法權 延至到國外的被告 而港府明知道英國 美國這些國家 不會引導 都還會通緝 對於香港人來說 發出警告 提醒他們 他們和相關人士 有可能會被逮捕 他第一是威嚇 第二是 現在很多人跟著的後續行動 他明知拘捕不到 也知道英國美國那些 不會引導你們 但他用這個理由 搞你的認識的人 契媽也搞了 黃之夫契媽 黃之夫契媽 那些所謂活躍分子 他們要跟家人脫絕關係 電話都不敢打在家 就是想這樣 你想想以前鄧炳強 他怎樣去形容 怎樣去罵《華語家日報》 就說他一個沒有信用的片子 align without credibility 即是說他有假新聞 即是說他有假新聞 大家清楚 然後就不只是罵《華語家日報》 罵過《華語家日報》 《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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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你不會只看鄧炳強一個 基本上香港的經貿辦 或者一些官員 或者政制事務局 都寫信去罵不同的傳媒 過去都不是新聞 但我們都說過 你現在立了法 23條立法之後 鄧炳強自己說 你說事實都可以拘捕你 事實都可以犯罪 要看你意圖 你意圖是怎樣 你可不可以自己辯論 可以的 任何罪犯 任何疑犯 你被捕之後 都可以辯論 可以請律師 但問題是想想 如果你中《國安法》 香港的《國安法》 香港的《國安法》 100%入罪 而且不讓你見律師 可以不讓你見律師 而且老實說 那些指控 那些概念 無謀 街線不清楚 任他講 所以其實 你說這些是無意思的 大家都明白 你找一個橡皮圖章的立法會 通過一條無限擴大公權力的一個法例 然後再說 我有法可依 哪會有公信力的 你的法例本身 是一個不經民意授權的立法會制定的 你看到現在的立法會 一致通過 連所謂民主派都說 要全心全意支持 《國安法》23條 你知道這是什麼世界 然後你的政府再告訴別人 我有法律依據 我依法治港 哪有公信力的 而別人批評你 就抬一些鬥爭語言出來 說你別有用心 那法例本身 你說的事實 它都可以說你意圖 有不良意圖 一樣可以入你罪 我只是想說事實 可以不可以 都不可以 他很喜歡說人 很喜歡出的聲明 罵別人誤導 危言聳聽 彭博在3月中的時候 就出了一篇文 就是說 他講評論23條的問題 他那時候說 譴責23條的評論文章 誤導 危言聳聽 這個好像跟蘋果日報有關 如果你說家裡藏有蘋果日報 會不會有罪 他有說的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是被當權者 認定是誤導危言聳聽 危言聳聽就是說你的目的 你真的叫做犯意 你想製造好方 你的意圖 你的意圖 你首先 你有一個犯罪事實 是誤導 就是這個 之後 犯罪事實之後 就是危言聳聽 就是有意圖 兩樣事情加起來 他去罵彭博 其實是可以抓的 你很喜歡這樣去罵人 他嚇你 我想他不至於 他拘捕你 他的目的就是嚇到你不敢說 香港人現在很多人都嚇到你不敢說 《蘋果日報》都丟掉了 記者就過來 嚇到你不敢說 陳國基其實在 愛國主義工作小組 其實在 4月5日 星期一的時候 現在有一個 愛國主義教育小組 怨性教育 這個響應 大陸在3月2會的時候 叫做 愛國主義教育法 他點到明 香港澳門都要推行 愛國主義教育 雖然香港沒有立法 但現在特區政府自動自覺去做 現在就開了一個 叫做愛國主義教育 工作小組 有陳國基 然後有李慧琼 陳國基 提到 我們要選擇愛國主義 要自覺地愛國 香港 不是直接行大陸那套 因地制而 按香港實際的情況 推行愛國教育 會做一些 總之 令到目的 要令到香港人 可以自覺地維護國家的主權 真心成意 對 我們不是要死忌 不要硬背 要用正確的方法 在學校教育 本地社區 歷史正經文化 傳媒宣傳為重點工作 好了 你說到傳媒了 如果你傳媒宣傳 要做重心工作的話 傳媒有一個問題 可不可以批評國家 可不可以先說事實 你一方面 你都要協助你做愛國教育 你都要協助你做愛國主義的教育 推行工作 我可不可以批評 這個你根據 如果你說一下 你根據毛主席 在延安文藝大會 裡面有說話 沒有的 新聞工作 傳媒工作 文學藝術 全部是上層建築 就要為當前的政治需要服務 就不是說真話 都沒有說那麼遠 變成宣傳機器 習主席說過 即是他講黨媒姓黨 去人民日報的時候 香港那些 即是你不是黨媒 但你現在都要做一些 黨媒相同的工作 就要推行愛國主義教育 那你現在香港的媒體 如果你印刷媒體 有誰不是黨媒 我覺得 立場沒有了 蘋果沒有了 這些都沒有了 最近 這個獨立媒體 就經常被這個 相關機構搞 我所知道 他被人搞 不斷被人搞 那你剩下的那些 很多都是海外的 你江江傳媒 追新聞海外的 在香港那些 剩下的那些 又說印刷傳媒 那樣 除了市眼傳媒 大公文匯那些之外 剩下的那些 很多都是 我叫做類史眼傳媒 什麼青島啊 東方那些 類史眼傳媒 東方大膽一點 他這些小馬大幫忙 他要罵你 你現在放煙火 他現在想搶蘋果的讀者 那你 就算最有公信力的 所謂明報 信報 他新聞就要做 有些事情他都要做 但是很多事不敢評論 變成政府的傳播機器 某種程度上 你會懂得看 第二 你那些社論有些 都心裡太討厭 我覺得 即是社論的事情 要read between 要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 那你說愛國教育 不要死亡硬背 要這個 要軟性 要他自發 剛剛我有個朋友 發了一份小義的功課 給我看 小義 小義 給個問題 然後小朋友要回答 國慶日 是幾月幾日 坐十幾天 接著 有了一幅圖 他說圖中的學生 在唱什麼歌 知道他唱什麼歌 但是學生自動自覺 就會回答 國歌 總之有個小孩在唱歌 你不知道他唱什麼歌 總之你就會自動自覺 看到有人唱歌 就說他唱國歌 那這是什麼教育 還有一題 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 給他幾件事 要立正 要跟著折襲黑手 要邊唱邊揮手 要認真地唱 叫你選兩個 我要行為指標 這就是香港現在的教育 你想想那些小孩 如果小孩讀小義的話 就是學讀這些東西 回學校 這些叫教育嗎 這些叫教育嗎 這些叫漁龍 我覺得 這些就好像馬戲班 馬戲班 要那些猴子 要那些獅子 要那些獅子 一發條編你就懂得 要這樣 你現在變成好像 做教書 現在不是叫教促 變成純獸師 現在變成 舉起右手 海豚就要擺尾 這樣 現在要這樣 行為指標 或者要一個街拉 就算有些 你看到國慶日 或者看抗日劇 要懂得哭 要發自內心 正正有的記者 問陳國雞 是不是不可以批評國家發展 那他怎麼說呢 任何善意的批評 我們都非常重視 他只是說善意的批評 哪個決定 哪個善意 哪個願意 然後他會說 你那些目的是什麼 你是希望政府好 希望社會好 提出有效建設性的建議 我們是無任歡迎 這些不單止是 不是不愛國 還非常愛國 你要以涉嫌下之 是不是可以批評 但是只能夠愛國地批評 愛國地批評 現在這個愛國 什麼叫善意 是由他決定 你覺得立場新聞很不善意嗎 是啊 可以令到國家改進 但是目的不一樣 就不同了 這個是重要 如果你說出來的目的 是想推翻政府 想搞其他顛覆行動 這個當然 就不屬於範圍了 是完全不能接受 你說完全不能接受 是否要拘捕 可以拘捕 可以拘捕他 這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是為了響應 剛剛兩會 這個叫愛國主義教育法 而成立的一個工作組 現在陳國基就代表政府 發出一個最新的一個框架 做傳媒的批評框架 這個不是框架 沒有框架 根本就是任他講 我覺得沒有框架 這是指示 你想想 你是說現在日報 你敢敢留在這裏 你是彭博 你敢敢留在這裏 所以我說 現在只不過 是剛剛開始 這個叫做傳媒撤港潮 即是很多要走的 其實已經走了 當然 進一步還有沒有人走 還有多少間要走 我就不知道 不過我相信很多 海外傳媒機構 都慢慢把總部和人手移走了 華爾街日報 其他最新的 現在這個台 自下拉州電台 一樣 都走了 你要留意 華爾街日報 他是把總部 搬來新加坡 是不是做東亞經濟的新聞 不是啊 做回中國新聞 和香港新聞 其實他的重點 他的關注點 是沒有離開過的 沒有關注 超級無轉移 只不過 這個就叫做傳媒去風險法 沒錯 在香港的人數要減少 只有國位數 不要給那麼多 這些軟肋 給你拿著 但是總部就要離開了 變成要拉起來 都是有限數目 不幸的 但是要簽身死狀 我想一下 你只能夠說 你情外怨 其實很多傳媒 我所知都是這樣的 最簡單 我們這個自下州電台 原本有一個很大的辦公室 現在差不多都離開了 差不多沒有人 好像現在 香港還要進去過位數 應該 應該是掛不上 這個 另外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 大家知道 過往在香港的 但是近幾年 只剩一兩個人 也是 所以其實 而且 一兩個人都好 都會被他滋擾 不過我就不太明白 剛才陳國基就說 工作小組四大範疇 包括傳媒宣傳為重點工作 但是他又說 沒有一個政府可以硬性追求 傳媒報導什麼 報導什麼 傳媒是其中一個宣傳策略 是要的 你要配合國家去宣傳 但是沒有硬性要求你去報導 你不要說我逼你 你自動自覺自願 他自動自覺 他說 好像 我們組織了學生參觀 科技成就展 傳媒幫我們報導 就幫助我們 去拍照 幫助我們 去宣傳愛國主義教育 那可不可以不幫 現在很多報紙都自動去幫 剛才說那些類史安全媒 公信力傳媒 都是幫他做宣傳的 官員說話 原本趙陸就完全沒有評論 這些不是新聞 不是新聞報導 有一個以前在香港 都做到很多年傳媒 老傳媒人 叫做Michael Chugani 在南華早報那邊有寫文 有很多報紙都寫文 很多專欄 最近回來了 香港 他離開香港幾年了 三年 他回到美國 最後回來 找阿興姐 找阿劉慧卿 上去節目 劉慧卿找他 應該是 接受訪問 都很朋友 今天就討論 香港還有沒有新聞自由 要不要批評政府 這些 他是引述 當中討論到的引述 前南組總編輯 黃向衛說過一句說話 新聞自由有還是沒有 要試一下才知道 那你敢不敢試嗎 問題是 兄姐說 你試吧 敢不敢試 試了 你要知道有沒有 你要知道有沒有 有和沒有 你也要有代價 不是啦 去到局面 要你試的話 即是已經沒有了 即是沒有了 即是不用說太多了 至少你的信心已經沒有了 要你試 要冒險試 他現在做那麼多事 就嚇你 嚇到你不敢說話 對香港人都一樣 當他達到目的 嚇到很多人都不敢說話 其實已經沒有了 新人自由沒有原論自由 所以你不需要試 你只想試 已經出了試 所以兄姐就說 兄姐說她很絕密 試了沒有你就糟糕了 搞到我要去探望你 你要人去試 已經很糟糕了 已經很糟糕了 朱瑾寧過去香港很多年 其實他有一段時間 他的言論是很藍絲的 很親政府的 特別在語誌運動之後 那段時間 他經常在節目裡 罵那些年輕人 罵戴耀廷他們 而且罵了很多年 直到2019年之後 才有改變 所以就走了 所以他在九年前 那五六年 其實我都上過他的節目 他跟你爭論 你明明說事實 他都覺得你不應該這樣說 他有一段時間 他都是有這種心態 但為什麼他突然間會大切大悟呢 這個就是我去問問他 他看到有變化 他才開始有些 後知後覺 例如他現在回到香港 他說 我熟悉的香港 就完全不同了 不是我熟悉的香港 整條街沒有美國人 現在我去中環行 我去中環行 以往很多鬼佬 很多西人 他就說 現在很多人說普通話 總之就不像我以前認識的香港 特別是美國 真的少了很多 他是遊客來的 或者他們真的怕了 什麼或者真的怕了 真的怕了 剛剛前一天 有個調查 就說八成美國人 視中國是一個負面印象 對中國和中國人抱有負面觀感 就算不要說這些 現在美國的國防授權法 都認定了 香港和中國一樣 是敵國 其實我覺得這個 你只要留意一下 特區政府過去做過什麼 香港的社會形勢變化 你對於這個 美國民調機構做過調查 你一點都不覺得 我剛剛前一天晚上 我去一個在英國的老華僑 家裡作客 在英國認識的這個朋友 他在英國五十年 五十年退休 過著不錯的生活 他過去是香港通 中國通 他太太也是一個英國人 我跟你聊天 其實你發覺 這個不是孤立現象 很多這些老一輩的老華僑 也好 對中國 曾經有一段時間 經常回香港 回中國 中國的一些英國人 到了今時今日 對香港的看法 都是很負面的 他覺得這個政府很過分 做一些事情很差 我不會再回香港 這些說法很普遍 所以其實 這個局面 哪個造成的 你唱好有什麼用 你唱到夠 你拿著傳媒機器 一堆屎眼傳媒 雷屎眼傳媒 幫你做宣傳 那些傳媒不敢說 你不喜歡聽的話 到頭來 那你說的那些說話 就叫做有影響力嗎 就可以聽到人嗎 如果有影響到人 就不會出現 剛才我所說的 美國民調這個結果 還有 我來了英國這兩年 我接觸過不少 來英國已經很多年的老華僑 很多都是這樣的 有一位婆婆 我記得 我來到英國第二天 在街上碰到她 她跟我說 我來英國幾十年 我以前很少理香港的事情 我近幾年才留意 覺得很難過 為何不弄成這樣 就這樣問我 這種感覺很多人都有 其實我覺得 你控制著傳媒 不讓她唱壞 然後你以為一言堂 你唱好 那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我覺得自己是騙自己 是 是 這個 所以你現在見到 柱簡靈這些 這些後知後覺 現在先回來 那你為何回來 為何要離開 第一天的時候 你都以香港為家 當初為何要離開 那你問一下 為何你當初幾年 就唱得這麼好 是 但是如果你這樣說 教授 你說美國 對話負面 印象的民調 八成的話 有些人 就說香港要做緩衝區 業樓那些 又說香港要搞武林大會 要搞民間外交 全球繁明峰會 哎 是月中舉行的 是啊 就說香港要成為國際爭議議題的緩衝區 又說要搞高質量的民間交流平台 民間外交 做民間外交 要扭轉 那些人對國際上 對香港 對大陸 負面印象的人 要再教育 要再教育 那些西人 這些就是毛澤東精神 傳媒 文化 藝術 音樂 戲劇 全部都上庭演出 唯有當前的政治需要服務 唷 葉劉說 就說這些 葉劉想找這麼多這些人 又找諾貝爾 掌德 掌家 但是那些人問他 會不會找羅奇 羅奇 他對香港不認識 羅奇其實是中國大好友 其實說這句話證明 葉劉對羅奇不認識 或者這麼說 根本上 跟他意見有相助 就是不受歡迎 那不受歡迎 你扭轉什麼人 你怎樣改變 對香港的負面看法 是啊 我剛才所說的調查 就是美國其中一個 智庫皮尤研究中心 剛剛公佈 等於我們這裡 UGAF 剛剛前日公佈 星期三公佈 美國民眾對中國的看法 負面 有43%的受訪者 對中國非常負面 非常負面 非常負面 今年已經連續第五年 有八成美國人 對中國人有負面觀感 我覺得這個很清楚 英國好像沒有這方面的調查 但是你憑一般接觸 你可以感受到 很清楚的 我住的一個很基本的 我住的一個很典型的英國人社區 我周圍鄰居都是英國人 有很多土生土長 有年輕有老 我跟他們聊天 他們對有部分 曾經跟香港有淵源 基本上對香港的看法 都是很負面 亦都不打算來香港 我去打球的那個運動中心 清潔那個阿姐 是一個尼博爾席的 她在香港八年 她現在來了英國 她都說她不會再回香港 即是是基層員工 但都是這樣說話 即是越來越負面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以為 已經是 不是個別一兩個人 即是負面觀感 整體情緒來的 你以為控制著傳媒 不讓她講假話 不讓她講真話 不讓她唱衰 只是幫我做宣傳 陳國基的說法就是這套邏輯 你以為控制著他們 我現在 你這個所謂正面的 善意的批評是沒問題的 不過你幫我宣傳 幫我宣傳 我不會硬性要求你 小學生去參觀 你最好自覺 小學生去參觀 國家機構 就拍照 你不是幫我報道一下 就是這樣 我不會硬性要求的 你以為這樣就可以改變變感 是不是 很幼稚 李家超也是這樣 你不要整天在沉醉於 日常都會見到變化 去誇大 不是最適合的方法 是轉型期 行業更替不是倒閉 有人倒閉 就自然有人開業 這樣說 問題就是 你這些說法 完全低估了現代人 認知的方式 和認知的能力 老實說 你現在還在大陸 還是知信封 就是一個本身是 國際金融中心 那些人很高教育水 然後你再去玩漁民政策 這個就是白痴 反正他們愚蠢 反正他們自己愚蠢 你香港人曾經滄海 我們曾經 天天看蘋果 真的叫做 曾經輝煌 是曾經輝煌 你以為今天 找這樣的文匯大公 有時拘捕 一美說好香港故事 就算拘捕星島 拘捕東方 拘捕香港電台 變成宣傳機器 有沒有人聽了之後 香港電台 拿盡那麼多傳媒大獎 到現在變成一個新聞處的現身 這兩年 你還有沒有聽到 港台獲得什麼獎 得到什麼好評 沒有了 現在其實以前 你香港賺食 我認識的朋友 沒有人聽港台了 以前香港賺食 其實都很簡單 基於香港那些新聞自由 真的有新聞自由 看經濟數據 國顯西方 有能者 賺錢 很簡單 現在就不是 現在你看到 整個政治生態不同了 現在要唱好 日未唱好 那你賺食那些怎麼做 賺食那些 好像施永青 現在就懂了 懂得轉型 我就覺得他 響應到 李家超那種轉型精神 很懂得去求邊 以前他會跟你說 哪些政策可以 哪些政策不行 一五一十跟你說 很老實說 你怎樣可以 提振市民 對經濟的信心 再重新投資 吸引外資 現在不是 現在 OK 你喜歡唱好香港故事 你喜歡這一套 自欺欺人 我現在就跟你玩這一套 以前 施老闆 都是一個成功商人 在香港 他之前很革命 他自己說自己 以前 他也是成功商人 他後來辦報 報紙 自然都有他們 一些盲點 立場 每天在報紙寫 都有他一些階級的利益 階級的觀點在背後 但怎樣都好 都還算是說一些真心的說話 還有你相信 他在說一些他自己相信的東西 現在不是 但你現在看他講這些話 你懂不懂 聽他怎麼說 很好笑的 他說 首先要讚一下政府 現在他要讚一下政府 做得好 你切辣之後 發展商 由沒有信心開盤 現在轉變成全面部署 可以更加多新盤去開市 這是另一個解讀 另一個解讀 你切辣之後 發展商去貨 去貨 快手脫身 你看回高天 這個老實說 施永青不知道嗎 但是他不講 他上好 他積極部署 賣樓 呼應政府的灰 你很明顯 你認識施老闆 你知道 他現在說這些話 跟為心之言 還有 這些鋪路 首先要賺政府 當然要這樣做 要賺政府 要皇帝開心 要扔掉他 同時間 二手交投 大幅回升 小業主 對樓後市 又恢復信心 二手樓很快上 最近數據 負資產 一來負資產 短短在2月28日 發展 發表了 這個財政原算案 宣布撤立之後 是旺了幾個星期 最近這個月 膠頭又淡下去了 因為被新盤 劈死了 整個負資家旗 好像說 某些大屋苑 只有幾宗成交 因為被新盤 劈死了 很簡單 在黃竹坑 在警察學校 海洋公園那邊 他都可以劈到幾多 劈到去萬八 萬四 好像 沒有這麼誇張 他說地價萬八 總之是虧價 虧得很誇張 你不詳實在九土山的盤 地價都收不回 你連新盤也要劈價 所以二手樓業主 如何定價 沒有啦 你就真的要大出血量 你早年買的 就盡早脫身 我認識的那些朋友 都是想這樣 但也沒有人成交 現在問題是這樣 然後又推陳很多事情 切立總之很棒 很厲害 總之切立 做得全面 做得及時 現在一二手樓 都很活躍 不過 特區政府 不可以掉以輕心 世界變得很複雜 比以前更複雜 不可以失去敵情的觀念 敵情觀念 世界存在一種惡勢力 他們不想看到香港 欣欣向榮 而是希望看到香港 抹落台敗 而最想反映香港正在抹落的 莫如香港樓價 十級而下 所以 我預期這一批 不想香港好力的人 今後會集中火力 去攻擊香港的樓市 一定會將衰 你想想一個曾經 不斷強調要市場要自由 政府不要管那麼多 亦都透過這個市場 撈盡利益的一位商人 今天竟然說這種說話 究竟是香港墮落還是他墮落 他這樣說好像瘋了 但其實他不是瘋 這些人怎麼會瘋 因為他懂事務 他覺得現在政府喜歡自欺欺人 政府自己瘋了 那我就跟你玩這套遊戲 你白卡我就跟你白卡 我講這些說話你明白 你什麼都要陰謀論 最喜歡的 你總之不合聽 就說別人不懷好意 就故意唱衰你 惡勢力 不想他見到香港好 現在新的熱衹 國情一向都是這樣 但現在你要香港走這套 我便陪你玩 所以皇帝愚昧昏庸 故之人是問題 最大問題就是下面有一班這樣的弄神 做生意都變成弄神 這幫弄神不斷強化這種思想 不斷令到你以為這個人是真的 所以其實這個很折躲 你記得我講的故事 1958年毛澤東搞大躍進 搞到出現飢荒和放衛星 當時毛澤東在上廬山開會議前 曾經跟他的秘書講了一段說話 李銳的秘書 李銳寫了在他的廬山會議回憶錄裏 他說其實毛澤東是知道出了事 他還給了一個理由給自己 他說最不好就是錢學森 錢學森告訴我 某產萬斤 原來呢 某產萬億是可能的 為什麼呢 原來我們只是利用太陽粒子能量的千份之一 只要用到千份之一 某產萬斤絕對有可能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膽 所以就決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膽 那就是說 毛澤東固然抵鬧 錢學森這個火箭之父 中國火箭之父 講這些說話 要不要負責 但是他講完這些說話之後 最後結果怎麼樣 大約盡死了4300萬中國人 大部份餓死 錢學森不用負責 毛澤東作為一個最高領導人 作為分君 你當他分君 他固然抵死 固然扑街 你錢學森不扑街 你現在 香港政府 陳國基這些叫人抵死 或者陳國基上面那個人都抵死 你 施永青講這些說話 什麼樣子那麼扑街 我認識他也會這樣罵他 施永青這些 其實是那些老屁股很喜歡講的說話 年輕人 那些老屁股很喜歡對年輕人 剛剛初出茅路的說話 年輕人有理想是好的 是啊 但是呢 以前有說回 如果你是三十歲前 不是社會主義信徒的話 你就沒有良心 三十歲之後還相信的話 你就沒有腦了 是的 是這樣的意思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呢 最後一個結論 If you can't join them 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他就這樣說 你改變不到世界的時候 你就改變自己 去玩這套遊戲 我覺得他現在說這些說話 和怎樣說這些說話 很多人唱衰的東西 認認了另一個說法 You cannot convince them You confuse them 是不是這樣可以做生意 現在只能靠說是非 然後就叫做激將法 他就要勾國賊 施永青就是這樣玩 總之 你擺陰謀論 我就刺激你的心魔 你怕外國勢力 是呀 外國勢力現在刺了線 在這裏想搞我們 所以 敵人反對我們要支持 敵人反對我們的樓價跌 我們要去樓價升 所以你派多些人下來 幫我們買樓吧 麻煩 唉 結論就是這樣 所謂的老屁股就是這樣 以前教訓年輕人 就說 唉 政府是有很多東西要改進的 我年輕的時候 都好像你這樣激進過 這些是施永青的口問 林鄭月娥當年就是這樣說 我年輕的時候 都曾經參與過學生運動 就是這樣說 到頭來全部都是做混蛋 這些人 現在他就是玩了 所以你說 如果你香港可以去 要玩到這麼賤 做商人 賺錢 都要玩到這樣的話 那外商怎麼會跟你玩 就是跟政府拆 你這樣在煽動受愛 那外資 怎麼還可以留在這裡 所以華爾街日報走 很正常 正如他說的 我做一些 很多我們cover的故事的人 做同樣的事情 我們不是假新聞 最後我們很不堪地 我們變成新聞的主角 我們今天成為 我們報導的事件 其中一員 就是這樣 所以華爾街日報 我覺得是走得好 就是你新聞媒體 做新聞主角 最悲慘的悲劇 就是《蘋果日報》 你也不想做《蘋果日報》 是啊 你想想 《立場新聞》 大家還記得當時審訊的時候 那位主控官的指控 多麼荒謬 比較無聊 結果現在拖完又拖完又拖 由開審到現在幾年了 都要再把法庭宣判的押後再押後再押後 已經押後了四次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如果你法庭的證據 這麼substantial 這麼solid的話 就不用拖完又拖了 那道理很簡單 你做這些沒用功夫 騙不了我們 香港人 我相信香港人 曾經滄海 我們那個認知 不會被這些政府陳國基 李家簽樓 這些人 或者施敏青 這些人 會影響我們 我們很多人 仍然都有能力去知道 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是 只不過就是 現在不敢出聲 不出聲 不代表不知道 是吧 好啦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回來再見 拜拜